影视剧《如意传》中 来自高丽的嘉妃金玉岩 一心想要登上后卫 最后被乾隆点名 不过是个宫女 不可能做皇后 但是历史上真的有一位来自高丽的宫女 被敬献给皇帝后 一路高升 最终成为皇后 她就是元慧宗的第三任皇后 齐皇后 齐皇后蒙古名为 素良和玩者呼嘟 是高丽人 出生在高丽姓州 即使自小 出落的田亭玉丽 荣王出宗 是姓州有名的美女 齐氏原是高丽大贵族总部 三郎齐早的幼女 祖父曾官拜上将军 虽然也是出生光坏十家 但是到了齐皇后父亲这一代 齐早出手宣州 家族地位不是很高 元朝时 高丽作为藩术国 每年都要向元朝进贡 而上贡的户品清单中 就包括高丽美女 因此 齐氏在十几岁时 被作为宫女 进贡给元朝皇帝 入宫后 齐氏做了元慧宗 不而至今 破关天墨尔的凤茶宫女 出至元朝后宫之中 他在众多美人中 不算特别出众 所以只当了个 普通的凤茶宫女 虽然位置很低 但接触皇帝的机会不少 有一次 元顺帝九罪 他趁机脉动自己的风骚 这才得到了皇帝的 宠幸和关注 凭借他的美貌和聪慧 其实没过多久 就得到了惠宗的灵性 并对他宠爱异常 一个身份 卑贱的宫女 竟然得到皇帝 如此宠幸 这令惠帝的皇后 达纳什里 十分恼怒 招来其事后 对他大肆辱骂 棍棒相加 心爱的女人被这样打骂 惠宗当然不悦 但是 达纳什里皇后 是太平王燕 贴木儿的女儿 背后势力极大 于是只能作罢 1335年 达纳什里皇后的兄弟 因谋反被诛杀 惠宗立刻把皇后 变为庶人 后又赐死 这时 惠帝想着 终于能立骑士为皇后了 但是丞相 薄言挑出来 极力劝阻 称骑士出身卑微 不可能当皇后 惠宗无法 只能立出身显赫的 薄言忽督 与丞相薄言没有关系 为正宫皇后 封骑士为妃嫔 1339年 骑士生下 惠宗长子 爱佑什里达纳 惠宗大喜过望 马上封骑士为第二皇后 原朝皇帝 可以立多位皇后 但是只有一个正宫皇后 其他皇后 相当于高位的嫔妃 1342年 骑士又生下次子 托古斯天木儿 惠宗对她更加宠爱 她的地位也更加巩固 由于正宫皇后 薄言忽督 为人敦厚 各手立法 从不大出宫殿们一步 加上骑士长子 被立为皇太子 后宫中几乎成了骑士的天下 1365年 皇后驾崩 享年41岁 骑士见皇后衣着简朴 竟然对皇后大声嘲笑 此时 骑士已经年近50 她凭借美貌 获得宠爱 现在容貌不复当年 惠帝渐渐宠爱 其他七位汉人女子 称妻贵 但是汉人显然是不可能设立皇后 所以惠宗就给骑士 辞性改名 给她一个蒙古名字 把她立为中宫皇后 骑士被立为皇后之后 更加肆无忌惮 她的家族也跟着扶摇直上 与此同时 在高丽祺皇后的母族 由于女儿得到了上位者的宠爱 便更加的嗜闯而交 遇见不将高丽王放在眼中 曾公开侮辱高丽王 甚至放言要取代高丽王 高丽王几次暗示 要齐家明白收敛 但成效不大 于是将冒犯自己的齐家父兄 一并下令处死 母族被灭闻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元朝 齐皇后得知此事后 心中难以怒火 烧尽了理智 为报仇 她不惜股东太子 爱有实力达纳 出兵争讨高丽 却不曾想过太子羽翼未封 实力不足 最终落得损兵折将的结果 而且先不论家族仇恨 就国与国之间 高丽是对元朝 最忠心耿耿的附属国之一 因为私人恩怨 就能让未来的皇帝 起兵攻打忠臣 齐皇后这一举动 可算是毁掉了儿子的 康庄大盗 史书中曾有记载 齐皇后想要效仿 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逼迫夫君元顺帝 退位给儿子 爱有实力达纳 自己则可以作为皇太后 在暗中操纵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她和幼时的邻居 朴博花狼狈为奸 在排除异己 这一举动上用尽了手段 举个例子 齐皇后要成为皇太后 则需要有丞相 为她一顶章程 于是她就找到了丞相太平 可太平知晓了 她的真实目的后 不论开出 怎样有诱惑力的筹码 她都不领情 甚至还指责 她这是谋大意 齐皇后见贿赂不得 反倒还讨来骂子 当即便甩袖离开 后来诬告丞相太平 致使其被流放 甚至被加害致死 齐皇后乱政 骑兵攻打高丽 丢了附属国的忠诚 联合瀑布花 接连陷害忠臣贤将 又砍断了国家内政的顶梁柱 而此时的惠宗 沉迷美色 早就湖心朝政 昏君加上妖后 不就是皇国的标配吗 果然在1368年 朱元成称帝 同年率军一路北上 一举攻下大都 眼看狐狸回天 袁惠宗只能带着其皇后 太子以及后宫妃嫔向北逃亡 回到蒙古帝国的发源地河林 建立北原政府 逃到河林的第二年 齐皇后逝世 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自年 霍宗驾崩 骑士的次子即位 总的来说 从齐皇后的角度来说 她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 从地位低下的朝鲜公寓 奉茶丫鬟 凭借美貌 轻云直上 最终位居中宫 连带着整个家族都集权升天 归根到底 元朝疾病已久 早就埋下了灭亡的货根 积皇后 只是在此基础上 加了把火罢了 感谢 matar人的货根 太终了